这些其实每个你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文件夹 每个都可以看成一个文件夹 当然它是有说法的 它是有说法 这些实际上都是UML对象 实际上都是UML 因为UML里头有packages这个对象 包 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系统 通过这个描述 我就知道我这个系统里有这么多模块 仓库管理商品管理等等 然后我再进去看一下商品采购管理 这是商品采购管理里头的一些 干系人会用到的一些对象 这是它的子功能模块 点一下常规采购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实际的它这个常规采购的这样一个过程 项目采购的过程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UML 那么在整个过程中 这些就是功能子功能系统子系统 而且我给它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是不是都编了号 因为在软件工程里面讲 好的软件 软件工程 生命周期 你一直到最后的验收测试 发布的时候 出现什么bug 它是可以反追溯到需求的 就从最后一个阶段 可以反追溯回去 看哪块需求是不是没做好 这个是一个好的软件工程管理 那么在这里我还定义了组织结构 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们的resource了 这就是我们的resource 客户关系 还有一些实体 实体的对象 OK 这个大家简单看一下就行了 简单看一下 然后 那么在这里 这是用来描述一个流程 跟时间节点有关的 这样一个流程 比方说 我们在采购过程中 是不是比较复杂 它会涉及到各个部门 一层层的这样去审批 对不对 我就画了这样一个图 这个图叫什么 我们先不说 后面会学到 就画了这样一个图 我把各级审批 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 给它画出来了 这样是不是 我们以后在设计的时候 就非常明了 而且还方便去验证 对不对 看到没有 OK 给大家简单 这样看一下就行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 典型的一组UML图形 典型的一组UML图形 那整个就一个UML文件 这一个UML文件里头 可以包含各类的UML图形 那么学完这个课程过后 大家也能够画 好 那么至此我们就知道 只需要记住一句话 就是什么呢 沟通中的语言 是我们的UML 能记住吧 好 下面我们就 就实质的进入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UML画图 那么我在这里 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们既然我们要去画图 为了方便我们去学习 这样的UML图形 我们是不是应该知道 我们UML图形分几类 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UML图形分三大类 在2.0里面是这样来划分的 第一 是用来 是我们的一个对象图形 是用来描述我们的对象的 第二类 叫交互图形 是用来描述我们的交互和行为的 第三类 叫状态图形 是描述我们的状态改变的 这个有点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那么怎么把我们 到底有哪些图形呢 把它们分到哪一类呢 我们来看一张图 这就是我们要学的 约妙图形 一共有八张 一共有八张 这里面图形 有主有次 有主有次 我们一次来看一下 用力图 叫 use case 这没写 没写全 叫use case 用力嘛 use case diagram 时序图 也叫顺序图 sequence diagram 协作图 collaboration diagram 状态图 state chart diagram 活动图 activity diagram 类图 class diagram 组件图 component diagram 部署图 deployment diagram 那么这些图 我要求大家 在学完了 我们这个课程中 非常熟悉的掌握 并且什么呢 英文单词也要非常熟悉 因为我们这些工具里头 好像没有中文单词 我不确定 这个也不是汉华版 我没去掌握 估计 我就怕没有 所以你看 是不是跟我们 那个图形是对应的 看到没有 类图 用力图 时序图 这是时序图的一个变种 协作图 collaboration 协作图的一个变种 状态图 活动图 组件图 发布图 这是一张复合结构图 那么这些图 我们来给它分一下类 我们刚刚说了 我们的图形 实际上是有三种 一个叫什么呢 一个叫对象图 一个叫什么呢 叫行为图 或者叫交互图 另外叫状态 我们从用力图开始 用力图是描述什么的呢 他 时序图是给谁的呢 时序图是描述什么的呢 是给他的 用力图是 我们一句话就可以来说 是用来描述用户场景的 是用来描述我们的用力 整个我们的软件用力的 这样一个场景 情景的 时序图是顾名思义 跟时间有关的顺序的 协作图 也是给他的 看我们这么多图都在这儿 状态图顾名思义 当然就给状态的 活动图也是给行为的 类图是给对象的 组件图 可以是给我们对象的 部署图 也是给我们对象的 就这样的一个分类 就这样的一个分类 当然有的书里面 他这个分类会有一些区别 比方说他可能会把什么呢 会把部署图给他分到行为里面 会给他分到行为里头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没有关系 反正我们只需要知道 他有这三个分类 事实上后面 我还会再讲一个 三式图的概念 三式图的概念 那么为什么要有三这个概念呢 实际上是因为 是因为我们是不是生活在 一个三维的空间里面 为什么他分类要分三 桑帝后面还要给大家介绍 一个三式图 你看这是我们做机械的 非常熟悉的一个三式图 对不对 什么主式图 辅式图 对不对 这些东西 那么这也是我们汽车领域的这样一个三式图 我们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三维空间里头 所以我们往往至少要从三个方向去观察一个物体 才能给它观察清楚 对不对 那么我们用UML去描述我们的大千世界 因为我们用UML来描述我们的软件 说白了 它也是可以描述我们大千世界的 对不对 软件即世界 我以前就讲了这个概念 软件就是世界 所以我们在学习UML的时候 也要有意识的 用它去描述我们的这个软件过程的时候 也要有意识的从三个角度去描述 那么我们2.0里头 它描的三个角度是哪三个角度呢 是我们的类 而不是 是我们的对象 是我们的状态 是我们的交互 这样的三个角度 但是我会告诉大家 我觉得那个 我不习惯 我喜欢从我另外的三个角度去描述 我会从哪三个角度呢 三张图 三张图分别代表一个角度 分别哪三张图呢 用力图 类图 和时序图 或者活动图 这样的三张图 我们去描述这样的一个角度 这个后面我会给大家详细讲到 那么 这样子清楚了之后 也就是说 既然我是愿意按这种方式来去描述 我们的这样一个角度 也就是说 你看我下面就要去介绍每一张图了 我就要去介绍每一张图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学习这些图形的时候 有主有次 重点是学哪三张图啊 有力 我是不是已经标注出来了 重点是我们 这他 他 他 我已经标注出来了 或者再加上他 就是他和时序图选一张 选一张 那么其他的图按需使用 按需使用 所以你看 这样子我们就把学八张图的重任 剪成了学三张图的重任 这三张图一定要学好的 OK 现在我们就开始切入到我们的第一张图 也是最关键的图之一 用力图 在开始这个图形之前 对我刚刚讲的有没有什么疑问 OK 那我们现在来切入到我们的这个用力图 我们来看什么是用力图 要学好用力图 我们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用力 use case这个概念 用力是帮助角色确定系统使用情况的UML组件 有这样一个概念 那什么是用力组呢 那当然就是一组用力了 从用户的角度出发 对如何使用系统的一个描述 那么什么是用力图呢 当然就是用图形的方式来描述这样一个情形 所以实际上我会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用力图是不是由我们的用力 或者用力组所构成的 对吧 这个很容易去理解 那么实际上最早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 我们的用力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 这个就是一个用力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用力 是一个椭圆形 最早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UML图形的定义的时候 我们其实 本身用力呢 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东西 它复杂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 一个表格 我们说文不如表 表不如图 对不对 我们都是在不断的发展的 最开始是用文字 后来开始诞生了表格 再后来诞生了我们图形 文不如表 表不如图 实际上最早的时候 我们的整个软件工程过程中 就充斥着大量的这种用力 的这种表格 这个表格 我们给它有一个名称 我们给它有一个名称 叫做用力卡片 用力卡片 那么那个时候 很有意思啊 因为我们的用力 和用力图 或者整个用力组 是用来描述我们的这样一个 场景的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需求 准确的说 其实就是我们的需求场景 那么 所以说当时我们的需求人员 去客户那做需求 他们就很有意思 会带着很多 一路 像扑克牌大小的这样一些 空的小指票 然后到了客户那里 他会现场跟客户聊 聊到需求沟通了 比方说 我这里头有一个小功能 叫登录 这个登录怎么样去实现 他当场就会把它 登录这个小的 这个小功能 会记在其中一张 用力卡片里 然后带回去 这样子 他整个模块 或者整个项目 做完了过后 会有很多张卡片 就在需求做完了之后 那么每实现一个模块 他就把那个卡片 打上一个勾 表示 这个功能实现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以前 用力卡片的一个使用 那用力对象 它有哪些所组成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 首先是一个名称 是一个名称 然后是使用语境 范围 级别 包括你这个是概要的 用户目标 子功能 主执行者是谁 我们说了 我们要用这个表格 来描述一个场景 对不对 就把我们自然语言 转化成它 项目相关的人员和利益 这个有的时候 也可以不提 就是这里头 有一些是可选项 前置条件 比方说你说 你要登 你要实现登录这个模块 或者你要实现 一个采购这个模块 这个采购 这个小的用力场景 它有没有 前置条件呢 我们一想 可能有 什么前置条件 全线印证 对不对 这就是前置条件的 这样一个说明 最小保障 成功的保障 触发的事件 就什么时候 引发这个采购 这个事件 主成功场景 一步两步三步 扩展成功 扩展场景 技术和数据变化列表 这个往往会 后面关联到 我们的一个数据库设计 相关信息 业务规程 所用到的数据描述 带解决的问题 哇 你看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包括这边 还有什么分支动作 我们这样一张用力卡片 填显是不是很 很痛苦 事实上我以前 我最早的时候 我让人这样 去做过一个项目 就按照这种方式 当时给中理集团 做了一个项目 那个项目 大概为期六个月 后来我们的需求 做出来 全部是表 我们算是做得不错的了 全部是不是用的表格 就口水的话 相对就要少 但是 但是 我发现有一点 就是我们当拿到那个需求 去跟客户沟通和汇报的时候 太非打一击了 为什么 打了好几百页 打了好几百页 厚厚的一大落 当我抱过去 放客户桌面上 我们非常有成就感 非常有成就感 你看吧 这是我们工作 你看两千万是不是少了 叫老板再缺要两千万 就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所以 实际上 这个是不方便的 实际上这个不方便 但是它是严谨的 也就是说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表格 这样的一些设计 我们可以比较准确的去描述 我们的一个需求 需求的一个场景 所以 它还是有它存在的 这样一个价值 那么 我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大家要用表格 这个表格模板 我可以提供给大家 如果大家要用到这样的一些模板 大家可以下来自己去用 看到没有 然后大家自己一个个去填 一个个去填就行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里做过的一个小项目 填的一个用力卡片 是一个什么项目呢 是一个模拟 模拟淘宝的这样一个项目 大家看是不是很像淘宝 只不过是绿色淘宝 然后 这样的一个程序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登录这个模块 登录这个非常细小的 这样一个不可再分的 这样一个功能 它的用力卡片怎么来填 看到没有 那偷了这个系统 它的用力 有给它一个编号 包括我们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需求用力 我们用力还会用在哪 还会用在设计里头 还可以叫设计用力 还可以用在我们后面的测试 叫测试用力 对不对 所以 这个需求用力 我们给它一个编号002 给它一个名字 叫登录系统 使用语境 用户通过登录界面 登录系统 范围是整个系统级的范围 级别是用户目标 就是用直接跟用户 使用的这样一个操作 主席主执行者 是使用透露服务的中端用户 项目相关人员和利益 项目相关人员 就是中端用户 关键的利益 是获取有 全线访问的一个服务 前置条件是 用户已经注册了 一个有效账号 看到没有 所以这些很多操作 我们其实都是有前置条件的 最小保证 成功的保证就是用户打开了 透露客户端主界面 并且可以使用 触发 就是用户出发的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它不是有时间 或有别的方式触发的 步骤 就是什么呢 就描述这个场景 用户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并发送登录请求 系统验证 用户并根据全线返回 可操作列表 客户端根据可操作列表 生成用户界面 三步 扩展步骤 就是用户验证 如果失败 系统提示登录失败 用户重新登录 这就是这样一张用户卡片的 这样用力卡片的一个填写 用来描述我们刚刚的 那个需求的一个小功能 这样填好了过后 当然这样子 我们的需求 倒是由这样一张卡片所汇成 是不是也都还可以 就是填的过程中 是不是有点麻烦 对吧 好 所以这个就叫什么 我们说 首先文我们不写 所以我们就学文不如表 好 我们现在开始 已经学了一下表了 我们后面还会再去学一下什么呢 还会学一下图 图当然是最简单了 那么 我们把刚才最主要的 我们的这个用力卡片 最主要的几个对象 几个要填的内容 给它抽象出来 抽象出来 就是我们的用力的要素 有哪些要素呢 参与者 包括主参与者 附加参与者 和后台参与者 就是你看 就拿一个参与者来说 就有主参与者 附加的 就是谁是协助参与的 还有后台的 什么叫后台呢 就隐藏在后面的 有系统 可能很多时候系统 就是一个后台参与者 假设条件 前置条件 场景中的步 和后置条件 我们想想 像不像我们 讲故事的时候 一个几个要素 我们的写小说 什么的 是不是 我有点忘了 因为我们写小说 至少我记得 好像以前小说 四要素 是不是那个什么 人物地点 时间和事件 对吧 所以其实一样的吧 我们 我们说了 我们用用力来描述一个场景 就跟我们写小说 是一样的道理 写小说一样的道理 好 那么下面 我们来学习一下 我们的图 既然用力 我们已经学会了 我们来学习